先试一段原地的蓄力,然后冲刺出去 今天这个模组把猫和老鼠中的经典动作带到了MC里面 各种夸张而又搞笑的设定,让人直呼双除狂喜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包,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猫和老鼠的模组 猫和老鼠这个动画应该不会有人没看过吧 这可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动画片之一 刚给大家展示的是蓄力奔跑动作 先在原地奔跑一会儿,然后以非常快的速度冲刺出去 并且有好几种搭配的音效 这个模组中还还原了猫和老鼠中受伤的动画 当被烫到或者受到尖锐东西的伤害 它母猫就会大叫着飞起来 尖叫的声音也有很多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痛感,飞行的高度也不太一样 岩浆快造成的伤害比较低 但是同样会发出非常剧烈的叫声 有时候还会发出这种很臭的叫声 吃的东西也高度地还原了动画 在猫和老鼠中所有生物都可以一口吃下比自己体型还大的东西 我们单独吃一个东西是没什么变化的 但如果手上拿着一组的东西 我们就会一口气全部吃完 吃完之后打一个非常响的宝格 并且体型变得巨大无比 整个人都宽了一大截 移动速度也因为肥胖而变得特别慢 在状态栏可以直接看到 我们获得了一个叫做肥胖的负面效果 不过我们刚吃掉的东西是没有浪费的 我们吃下去的东西都储存在我们巨大的身体里面了 当我们受伤扣血 它就会变成血量恢复回来 并且我们这个巨大的体型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整个人变宽了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再穿过这种一格宽的地形 就算是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也不行 虽然横着看起来好像是可以穿过去的样子 在猫和老鼠中受到了强力的攻击之后 是有可能被压扁的 而且压扁之后我们可以正常行动 我们被压扁之后甚至没有这个半砖高 可以在半砖底下跳跃 感觉好像打破了次元币一样 被高空落下的铁针砸扁也有一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变成一摊的小圆饼 不过稍微过个一两分钟就会恢复过来了 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也一样会便便 一切都遵循着猫和老鼠中卡通的设定 非常有意思 还有使用翘翅时我们高速移动撞到墙上 同样会让我们便便 不过我们这个便便的方向不太一样 不再像原来一样从上面压便了 在猫和老鼠中还有一个设定 当一群生物在打群架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烟雾的例子 在这片烟雾缭绕之下 我们啥也看不见 在打完之后才可以看到战斗的结果 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猫和老鼠中的音效 但我们不小心掉落细水方块之中 会因为太冷而牙齿打颤 在我们受伤死亡之后 还会有一段悲惨的死亡动画 而在村民睡觉的时候 还会听见震天响的打呼噜声 当然玩家和村民一样 会打出这种非常响的 像水牛一样的呼噜声 不过呼噜声音的种类也很多 这是完全随机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设定 在猫和老鼠中过度饥饿之后 汤姆看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活 都会变成一块巨大的肉 也不管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总之吓嘴就对了 赶紧把这个肉牌打下来 让我饱餐一顿 可惜在MC中 这种肉是没有掉肉物的 如果打掉之后 它就彻底消失了 就会变成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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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